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會因應他們的身體發展 而去安排教程 因為始終小朋友的瑜伽和成人是有分別的 小朋友亦因為身體發展的機能而成熟 他有某部份的體積會受限制 沒有成人瑜伽那麼多的體積學習 其實瑜伽這個運動項目已經很普及 其實也是全球性很多人接觸的運動 其實小朋友的兒童瑜伽班 他們都比較踴躍和活躍 因為為了迎合小朋友的情況 我們會在課堂多加一些脆美性的動作 或者課堂會靈活些 沒有成人瑜伽班那麼單向性 因為我上一年都參加過這個瑜伽班 所以我覺得都是挺好的 所以都想過來參加多次 我覺得上課也挺有用 學回來的東西 回家又可以做 也挺好 所以就選了這個瑜伽班 其實瑜伽是可以改善到心肺功能 那些伸展動作 那些伸展動作 也對身體有些功效 總之舒服了一點 就是有效的 我覺得是有效的 當時你做到一些動作 你覺得原來自己是可以的 我是聖心窩囊上學的 今年升高日 然後我下一年都會繼續參加這個瑜伽班 其實瑜伽是可以改善到心肺功能 身體的柔韻性 如果對於小朋友 其實可以加強他們的服從性 除了修身 其實還可以修心的一項運動